转眼之间 无一节的假期就开始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规划 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 好多人已经选择了出行 但是留在上海的人 仍然有很多 那我也是留在上海的一个人 那特别的关心 在上海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 当然吃吃喝喝是少不了的 但是一些文艺活动 可能是留在上海最大的理由 有沉浸式的这种悬念剧场 九号密室 在上海大剧院的这个九号空间演出 这种沉浸式的演出 还是蛮有意思的 也很新鲜 值得去尝试一下 而各种各样的展览会非常棒 而之前热捧的这个 蒙娜丽莎的微笑呢 据说引起了观众的不适 好多人觉得有点失望了 但是上海这边呢 不乏很多大牌的这个展览 非常多的好的棒的艺术活动呢 值得在武艺期间 带着孩子 带着这个心爱的人去参与 而上海的速写节 这个活动也是蛮有意思的 这个比较亲民啊 好多人都喜欢看这个速写 速写画出来的东西也是蛮有意思的 很多在街头进行这个画 绘制的这个艺人啊 他们就能够给你提供很棒的作品 有的人还是成为了网红 所以在上海呢 不妨漫步街头啊 找一找那些散步在街头的艺术家 和他们互动一下 当然上海的这个演出市场 是非常的丰盛 而我最期望看到的是英文版的 妈妈咪啊 其实多年以前已经在上海大军院看过一场了 看的感受是非常的激动啊 因为那些歌曲都是耳熟冷详的歌曲 在配合妈妈咪啊电影里面的那些情节的话 总觉得真的是很棒啊 这一次妈妈咪啊的英文原版 又再次的回归上海 一定能够获得观众们的热捧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季节 鲜花盛开的季节 其实到街头 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游玩是最好的 很多人想去做一天的农场主 在休闲绿地 烧烤 喂喂小宠物 这个晒晒太阳 应该是不错的 当然这一切要问一问老天了 希望这个五一节假期的天气呢 不会围栏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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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